Hi 大家好 我是阿育 首先跟大家拜個年 恭喜發財 最重要是今年身體健康 牛年行大灣 今集的簡易食譜就是賀年篇 話說上一個簡易食譜跟大家分享了蘿蔔糕 真的非常開心收到很多網友們的回圖 第一次做人生中第一底蘿蔔糕都非常成功 他們說你們吃得開心 我也拍得很開心 所以今集的新春荷里版的簡易食譜就是一個紅糖池吧 很多朋友們新年一定會來家打麻醬、打牌 玩到餓的時候 咦? 剛好那蘿蔔又吃完了 他說非常適合做這一款小食來吃 材料超級簡單 只需要糯米粉、片糖或紅糖就可以完成了 過年的時候做這道小食來招待朋友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的 好了 那我們廢話小說 馬上開始吧 現在過年很多朋友們做糕 可能都會剩下的糯米粉 我們可以大概這次用半杯 大概100克的麵粉 就可以做到2至3人的份量 就可以了 倒進碗裡 然後慢慢去倒進去 之後就把它拌均勻 記住要逐少逐少去倒 大概1份的粉用1份的水 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水 把它拆成粉團 你大概看到它會搓到粉團 最後粉團應該類似這樣 要盡量不要太黏手的效果 如果水加太多 我們就加少許粉 再搓 大概你看到粉團 是摸上去一點都不黏手 有少許泥膠這樣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在砧板上 把它搓成長條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切成一塊塊粉團 大概每個粉團都差不多大小 這樣做出來就會更漂亮 然後我們把粉團 一塊塊的放在手裡 搓它 再按一下 變成扁踢踢的形狀 就可以了 大家搓成這個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準備 你喜歡吃的甜度 我大概就這裡三份一塊的片糖 片糖做出來的顏色 和味道我覺得也是不錯 然後我們就可以加入熱水 浸過了片糖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一支叉 刺一刺一刺 刺碎它 刺碎它 我們就可以備用了 放在旁邊 那些油熱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慢慢放下去了 你看到它開始有焦黃色就可以翻臉了 不時把它們換一換位 就可以將它們的熱力均勻分配 大概看到它們兩邊都煎到焦黃色的時候 就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一張廚房紙 將多餘的油吸一吸 將多餘的油吸一吸 將它們排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加入這個 剛剛調校好的紅糖水 直接倒下去 進去 乾淨 煎植 好像還不太變 我可以煎一塊 兩邊都吸一下 紅糖 煮至醬汁稠稠 收到醬汁就完成了 把它夹在盘子上 最後可以根據你的喜好 加少裝飾可以加芝麻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紅糖瓷巴就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現在立刻廢話小說 來試吃吧 超級香噴噴 超級香噴噴噴 很好吃 好那麼硬硬硬 軟軟糯糯糯 超棒 因為我男朋友很喜歡吃那些硬硬的東西 自從我做了這道小食給他吃之後 每次經常都說 可不可以吃這個小食看電影 立刻他就拿來吃 他很喜歡吃這個 自從吃了這個紅糖瓷巴 我都經常醒回家 超級香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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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 然後甜品跟他們吃 我包你 真的馬上收多幾封利是 重點都是超簡單 你沒理由不做 十分鐘都不需要就已經完成好了 出來的效果 WOW 成為新年中的營火蟲 全場焦點 馬上拍爛手掌 有些人會說你 現在 懂得煮幾尾 所以大家快點去做吧 嗯 好吃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可不可以吃完東西才說話 可不可以不要一邊吃一邊說話 麻煩你 可以嗎 繼續 去口 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還有記得分享這條影片 跟你親朋式友說 原來只需要一包糯米粉 都可以做到一個這麼好吃的小吃出來 祝大家新年快樂 有什麼跟食有關的? 有啊 蜂衣足食 好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吃了很多芝麻 拜拜 拜拜 新年音樂 音樂 一場影片 有